你耍我呀 看什么绝密文件有风险 这闲得无聊跟你斗着玩嘛 你还真认真了 小心眼你 下次心里吃饭好吗 我还成了小心眼啊 讨厌 都吓死我了 这个是张薇薇吗 对啊 这不张薇薇吗 没错啊 七零后啊 还长九零后美少女呢 这个人 好像不是张薇薇 这 就是他呀 你不知道啊 什么 不知道什么 拍整个容啊 真的啊 我完全不知道啊 我们人事铺这边人人都知道啊 你不是八卦天后吗 你居然不知道啊 下岗吧你 天呐 这龙是很小的事情啊 你居然拍个照片啊 你要这东西干嘛 小王同学 小王同学谢谢了 好 那下次记得请我吃饭啊 记住了 哎 不是你先请我吃 我再请你的吗 这是他啊 那他整的可够多的啊 我都没看出来 在哪个医院做的 我听说是在国外弄的 哦 怪不得呢 哎 你记得吗 上次我们俩打架 他先护住鼻子啊 你觉得 他是为了彭凯璇 采取整容的呢 还是为了整容之后 重新遇见彭凯璇呢 这俩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了 一个是目的明确 一个是偶然 哪有那么多机缘巧合啊 诶 川晓 不对 还是有可能的 人心隔肚皮嘛 请进 是你啊 你 来什么呀 你不用装了 人事部经理 已经给我打过电话 通知我不用来上班了 哦 那 坐坐坐 那你 来找我有事啊 昨天只是电话里恭喜 今天 送份礼物 祝你们新婚愉快 还有 生日快乐 我们 婚礼定的星期天 要不然 你一块来吧 不了 我后天的飞机 去加拿大 去加拿大 旅游啊 旅游啊 学习 进修 也是啊 我都这把年纪了 还要出国进修 是不是有点晚了 怎么会呢 有一句俗话 这 活得老 学得老嘛 您要结婚了 那我也就死心了 这是我昨天说要送给你的照片 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当年你拒绝过的那个 眼镜妹吗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会再次遇见你 直到去男人上上班的第一天 各位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新来的同事张薇薇 要相处愉快啊 大家好 以后就请你们多多关照了 你好 欢迎您 谢谢 谢谢 喝水 谢谢你啊 嗯 你有什么不熟悉的都可以问我 我会帮你的 在公司里 大家也都会帮你的 你会干得很好的 不会有问题的 以后要辛苦你了 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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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